为了给家中八百斤的大宝贝洗个澡 六熊老太化身人形千斤顶 用头顶起儿子的大肚皮 被拉来的冤种邻居赶忙剑缝插针 擦掉缝隙里的汗液 一顿操作下来 老太太累得险些被送走 大宝贝也痛苦地喊个不停 短短的二十秒却漫长地像一个试剂 洗完澡后 大宝贝就像实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 直接在床上躺平 除了上厕所时会挪动几下 浑身颤抖地站立两秒 然后让妈妈擦屁屁 其他时候就像是和床签了卖身器 衣食住行都在这一方广阔的天地 随后大宝贝从被窝里掏出隔夜的薯片 倒在被子上就开吃 今晚梦里都是薯片味 老太太则随时恭候在电脑桌前 一边玩扫雷 一边等待儿子的指令 只要儿子一说饿 就立马掏出专用小本本记录 然后开车出去采购 这个大宝贝名叫肖恩 今年二十六岁 在母亲的骄纵下 心智还不如六岁 他从小就是个暴脾气 经常对着小伙伴大喊大叫 拳打脚踢 急了还会张开血盆大口 在别人身上留下几道印记 出门在外他是个王者 但回到家里 父亲却是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父亲向来没好气 不是对他恶龙咆哮 就是对到墙角批评教育 小恩惊慌失措 最终化恐惧为食量 只要美食下了度 人世间的烦恼倾刻化为乌有 巧合的是 母亲原本也是一位情绪化饮食的肥胖症患者 于是就顺从儿子的意愿 经常买各种好吃的哄他开心 在两人的双向奔赴下 小恩到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136斤的小胖蹲 十岁时 小恩父母离异 他成天自怨自爱 认为家庭的分崩离析全都怪自己 于是他将气又撒在了食物上 母亲的头胃也愈发地变本加厉 不到一年 他就胖了45斤 高三时 360斤的小恩爬楼梯不慎跌倒 膝盖受伤 好消息是楼梯没啥事 坏消息是 他从此心安理得地过上了躺平的生活 每天卧床不起 吃了睡睡了吃 全部的运动量都集中在手指 不是打游戏就是织毛衣 26岁时 体重已经达到了恐怖的816斤 和母亲一起组成了相亲相爱的一蹲人 生活虽安逸 但肖恩却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滑滑世界迷人眼 肖恩还不想一年早逝 于是和母亲一起前往休斯顿做减肥手术 回想起肖恩上次出门还是在上次 这几年的部署加起来 还没公园六湾的老大爷一分钟走得多 几个大汉使出了吃奶的劲 坚然地将大象装入了小客车 去休斯顿的车程共计30多个小时 车内空间狭窄 旅程跌跌撞撞 出门没多久肖恩就躺累了 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 那一刻 他分外想念自己的床 看到儿子这么痛苦 老母心于心不忍 奖励了他一个大猪蹄 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终于抵达休斯顿 见到了减肥圣手纳神医 肖恩却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 医生问啥他都回 啊对对对 纳神医问他感觉怎么样 他说这波团他跟不上 纳神医说年轻人 不要因为游戏变萌妹 他说那里有萌妹 纳神医说我的母语是无语 他让人先带着肖恩去体检 轮椅还没嫌肖恩重 肖恩就先嫌轮椅不舒服 T累横流 哭得像个26岁的孩子 一激动还拉了裤兜 母亲立马上前给他擦屁股 纳神医还沉浸在无语的情绪里 肖恩又给他来了个小惊喜 来这儿还不到半小时 他就凭实力踩坏了医院上线720斤的秤 不过只要肖恩不尴尬 那尴尬的就是秤 为了找回厂子 纳神医寄出了医院的祖传大床秤 肖恩熟悉的一躺 测出了他的实际体重 816斤 这恐怖的数据令纳神医惊叹不已 肖恩能活到现在真是世界第九大奇迹 要是这时候为他做手术 那就是在送他上路 纳神医让他先捡个90斤 为了达成这个小目标 肖恩每天只能摄入800卡路里 但这点量还不够他塞牙缝 肖恩化身董王 对纳神医的减肥方案做了合理的修正 别人的减脂餐是蔬菜沙拉鸡胸肉 他是披萨薯条汉堡包 关键是他还自我感觉良好 我要悄悄地变瘦 惊艳你们所有人 两个月后肖恩回到医院 确实让人大吃一惊 他胖得甚至无法通过后车室的门 体重成功飙升到910斤 母亲也正眼说瞎话 我儿子吃得一向很健康 纳神医再次无语 为了避免这两个大宝贝 再给自己整出什么惊喜 他将肖恩留在了医院 亲自监督 仅仅两个月 肖恩就瘦到了675斤 纳神医再次放虎龟山 让他回家自己减肥 还专门派去了营养师和理疗师 不过这二位显然胳膊拧不过大腿 完全不是肖恩老妈的对手 一个月后 肖恩又胖了36斤 对着一对大火宝 纳神医无语都已经说累了 照这么下去 肖恩想活到30岁 真是难如登天 一向好脾气的他痛批了这二人一顿 要么停止减肥 要么您另寻名医 原以为纳神医要放下助人情节 尊重命运的安排 但到底还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为母子二人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在心理医生的开导下 两人总算意识到 自己就是李普和李普他妈 两个月后再回到医院 肖恩奇迹般的受到了577斤 医生安排了手术 使他的胃容量减少了90% 只要不作妖 两年后他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一回到家中 这对活宝就固态重萌 肖恩依旧沉迷于手指运动 无法自拔 每天不是打游戏就是织毛衣 母亲也还是随时带着小本本 恭候儿子点餐 每天吃的 依旧是肖恩特制减脂餐 披萨薯条汉堡包 加满酱料的小鸡炖蘑菇 在母子二人的骑行协力下 没多久肖恩就因为发烧 又被送进了医院 再次见到这一对活宝 纳神医就预感到事情不妙 果然 肖恩的母亲将医院闹得鸡飞狗跳 还和医生发生了争吵 医生已经说了肖恩没什么大问题 但她还是不依不饶 她儿子是个懂王 老太太就是懂太后 张口闭口教纳神医做事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你就是医医生 你又我懂我儿子 纳神医认为这老太太就是在夸大肖恩的病情 以此来证明自己对儿子有多重要 她再次找了个心理医生 但这一次老太太油盐不尽 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做的不对 不久后 她因为身体不适住院 肖恩难得地获得了独立生活的机会 这个一直被母亲骄纵的巨婴 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床 自己整理房间 自己采购 虽然有护工的帮助 但对她而言 这已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 不幸的是 几周后 肖恩的母亲因为顺衰竭去世 父亲也拒绝照顾她 孤独无疑又没有收入 她交不起高昂的房租 只能搬到一间简陋的公寓 这几乎花光了她仅有的积蓄 邻居来帮她收拾行李 一进屋就像是进了垃圾站 满地都是快餐盒 不久后 肖恩因为胃疼被送进了医院 这时她又胖了68斤 还患上了胆结石 血伤加霜了石 在她住院期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飓风摧毁了她的公寓 这彻底击垮了肖恩 虽然房东为她找了间新公寓 还免去了几个月的房租 也有好心人为她捐赠家具 打扫房间 但肖恩却彻底地自暴自弃 放弃了减肥 几个月后又胖回了640斤 最终在第三年 她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年仅29岁 在死亡来临前 自救的机会曾像雨点般向她打来 但母亲却用溺爱撑起了一把伞 令着儿子走向了一条不归路